迈入第七年的池上秋收盗碎艺术节 再次邀请游人神谷在盗浪中演出作品《时间之外》 这也是这个作品第一次挑战户外演出 不过艺术总监刘若宇说 云海跟光影都已经长在池上的稻田里面了 大家一点都不用担心 此外游人们还会带领民众到花东纵谷去行脚 体验乡镇之美 秋天就该到池上去看在一片黄金盗浪中的演出 包括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云门舞座《盗河》 庄惠妹缭绕在山津云雾中的歌声 都曾在这片盗浪舞台上感动许多人 2015年池上盗碎艺术节将邀请游人神谷在访池上 在黄澄澄的盗浪中用武术 几谷 神圣武道等元素 呈现绝无仅有的时间之外户外摆 因为我们在室内摆一定要有一个特殊背景的世界 而那个设计的目的就是涵盖了它的什么 用一些应该说多媒体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云的力量 表达那个月光的力量 表达那个自然的感觉 因为优长期都是以这种自然元素跟我们搭配 就想到了池上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除了演出之外 也安排由幽人带领观众 在台东市 关山 池上等地云角 用双脚亲近土地用心阅读乡镇之美 其实我们每次云角 我们都是绕台湾的都经过台东 那里是真的很漂亮 所以每次走到那一段的时候呢 人也安静 然后呢就可以甚至于有时候可以听到 听到海的声音 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倒浪云角 等于说就是把我们的云角的这个感觉 然后这个认识自己觉知身体的方式 池上自己就是一个有山巒 云海 盗浪的天然舞台 这些作品只是一个媒介 要让大家看见台湾之美 让在地人意识到 他们自己的家是这么美 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地自己合作 那对于整个环境的重视的保持 那我们当然希望所有花东中国美丽的乡镇 都能够一步一步的展现出来 他们独特的风景出来 飞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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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银 内箭 飞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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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铭铃铃铃铃铅铃铃� diffé街